哈喽 哈喽 我觉得牛超特别亲切 你看你今天哪没叫弄个 还没有你甜 我觉得有戏 我感觉到爱了 你咋想到要到舞蹈出来 因为你跳舞很帅 投其组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 在她面前就变成这么怂了 我的天啊 这出去根本就是粉丝见面会的感觉 她唱歌真的太好听了 然后我就全程是迷妹脸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由芒果TV独家播出的 青年书练启示录 真心大冒险 为大学生量身定制的恋爱高阶课堂 大家好我是彩儿 哈喽大家好 我是爱情过来人欧帝 想念我的女儿们 哈喽大家好 我是学姐谭妍妍 哈喽大家好 我是绝对付出百分之百真心的学长 刘成林 节目播出到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精彩了 有几对CP关系呢 也慢慢浮出水面了 但是呢 在沉浸甜蜜的同时 不要忘记呢 还有隐藏真心的人啊 接下来呢 接下来将会迎来了第二次的集体分组的约会 那这一次呢 跟第一次的相反 女孩子呢 先分成两组 然后呢 男孩子呢 在自行选择要去哪一组 太期待了 看一下 哈喽 哈喽 好吧 好久不见 哈哈好久不见 哈喽 哇今天有最后一个 第一天干嘛呀 不倒了 快快快开手机 看手机开手机 看手机了朋友们 经过上一次女生主导单约后 接下来会进行男生主导分组约会 怎么叫男生主主导分组约会 可能就男生选女生的 上次过女生选男生吧 咱还有机会选她们呢 分组白没分 没出来了 那女生先分吧 对了 就是之前那个 你们跟两个男生约会的时候 都是跟哪两个男生了 你先 我先说我的 我是张雨琪跟汪更 nice 你也是 那你们呢 我吗 我是明明跟超超 我是李东阳和朱宇宁 汪更跟东阳 所以汪更约了三个局 厉害 厉害 很猛 这个人 约了三个局 但最后没有被人单约 你发现没 那谁只被约了一次 牛超只被约了一次 超超是被你约的 是 对 那你怎么回事 为什么两人三人聊天 你没约超超 你没约超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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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约超 你没约超 我们先干一干 你考虑一下 不是 他后来有问我为什么没有约他 我觉得 我不能就是 时时刻刻都 这不然老是约一个 这不然老是约一个什么意思 不是老是约一个吧 我觉得在他看来他 他觉得我挺主动的 我不想这样 那我们单约的是谁 单约 慢慢从你开始讲一下吧 我约了超 超是谁 超超 超 超 我约了李东阳 我约了李东阳 这两个人约得很幸福 牛超 我约是冥冥 成长状况外 我约的冥冥 单约的时候都干嘛了 去哪了 我先收我的 就是嘎嘎 这真的就很想吐槽 爬山 我们去跳舞了 他教你 还是你们最后一起排了一段 他教了我 然后也排了一段 那不是很浪漫吗 可是 就是你知道女生跳播品 真的就有点 反正我觉得我跳得很难看 我觉得 我觉得我在牛超心里 可能已经减了一百分 真的 原来可能有三百分 不要紧 真的太伤心了 我跟牛超相处下来 我真的觉得很慢热 可是我觉得你们接触 是最多的 他这个画得还不错 其实 你画得很像 他对你来说还慢的话 可能真的就是没什么意思吧 我是觉得紫睿在 潮潮心里是特别的 他跟你接触是最多的 而且我也觉得 他对你是特别的 我感觉不到 我不知道他对我什么感觉 我当然是希望 就是他也像我这样 比较有好感 要是他对我完全没有感觉 我能怎么办呢 我也很绝望 我只能就尽量后面 再跟他有一些其他的接触吧 看他能不能 有些 改变 有些改变 那你呢 我们 因为牛超不是很讨厌吃甜品吗 嗯 我觉得他做甜品 做甜品好浪漫啊 是专门有人做什么 有人做 我们自己做 挺好的也很浪漫 我就做甜品做蛋糕 然后或者那种手工的东西 都会蛮浪漫的 女生是不是这样 听人家的 就会羡慕人家的 还是怎么样 客套 客套吗 这是最好的吗 漂亮 我就觉得 牛超怎么突然被这么多人约 就 因为大家都不了解他 都需要了解一下他 我还在想会不会是狼 就是怎么突然一下就 我一直觉得牛超很狼 然后那天单约 我也有问他是不是狼 那就回答摩棱两可 啊 我觉得可能你们对他有误解 我要再说一下 其实那天 因为我三角约会也约了牛超 他很真诚 很天真的 我们做那个曲棋 然后想拼一个那个名字 然后他要拼张曼玛 不应该就ZM吗 他老实到拼了 直肮脏 我 M 哈哈哈 子睿心里应该很不是滋味 他做了一排就 就 很真诚 他就从没想过我要做一个缩写 就这个事情让我很有改观 大家都在说 牛超可能是狼 我也没有说 我觉得他不是 但是我只是想把 一些真实的想法告诉大家 牛超张曼 还有子睿 我觉得他跟子睿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他就是爱着吃张曼是不是 对 我觉得他被张曼迷住了 在牛超和张曼他们两个单约之前 好像没有发现他们两个有太多的 感觉有情感上的这种交集 牛超现在反正目前这样看是对张曼比较感激 对不对 对 就是当时我们讨论是觉得张曼有一种让男人觉得了解不透彻的感觉 这样对男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嗯 我就 就去了那个曾川 啊 那好好啊 就没有你们那么尬的环节吧 其实 哈哈哈哈 一枪打死所有人 我尬的环节 哈哈 中箭中箭中箭 莫名被递死 莫名被递死 因为你们自己觉得你觉得跳舞那个吗 然后慢慢又觉得吃甜蜜那个 然后你们都有点点味 可能自己觉得 我们就全成没有 就玩得很开心 我还以为你跟朱一鸣一组呢 哎呦 不晓得 我 我因为朱一鸣 那个温泉的时候不是跟你们一起吗 也不知道啊 心意变了没有 心意 心意变了没有 我跟你 我跟你那个一下 他跟我三人聊天的时候 我问他那你对一帆 是什么态度 他说还蛮有感觉的 哇 哈哈哈 助攻哦 助攻 一帆 真好 傻了 不舒服了 不舒服了 昨晚什么类型的女孩的 这不是那样类型吗 这不是那样类型吗 你好歹能够确定有人的心意 嗯 上次我们其实我们选的那个分解 男生都还蛮惊讶的 好像 凡君跟我说他还蛮惊讶的 真的吗 很惊讶 因为凡凡怎么没来啊 他刚才很开心在聊他的经历 然后现在突然很落寞 都在疯狂的帮你助攻呢 谢谢 我们这种 谢谢老铁 谢谢老铁 什么也不知道的这种 真好 你这种两情相悦 两情相悦 我怎么感觉他要哭了呢 现在三角恋浮出水面了 愿意翻晨晨御名 这个 我觉得这个 这个很清楚 刚才因为晨晨比较白目 对不对 因为我经历晨晨的 然后现在被人家这样讲 我也会不开心 他他就是吐槽所有人嘛 然后开始女生就开始助攻了 你觉得他是因为他先吐槽 别人对啊 所以就故意弄一下 弄一下助攻啊 我觉得不是吧 女孩子都是这样啊 先帮弱者 对 哦 你看嘛 所以你看晨晨最单纯 她又不开心了 很不开心 对啊 三号那天是我一一 什么一为一是吧 嗯 你们跟谁 三号 今天几号 没有就是上次前几天了 三号 你跟谁啊 你猜啊 你猜对我告诉你就 嗯 就一个一 对你 对你 对谁啊 张玉琪和 王根不知道之前有过单单独约会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没有被别人约呀 是 被约好尴尬 啊我跟 张曼还有 罗子瑞 1v1我我感觉我没经历过对不对 你看 哈哈哈 他们两个是 他们三个是一对一是吧 咱俩和咱俩一起去的 对 对 那个 咱一起的那个 哇 这好看大 瑰瑞 看这有点尴尬 还好 其实 其实还 就是说 就是说咱俩没有女双血 就是说咱俩没有女双血 扎心了 好落幕 这种状态是越偶像包袱的 越受伤 重击 好几个人 真的吗 真的吗 真的 真的 我发现了 有点小失落吧 然后我会去反思 为什么反而在节目里 自己和平时生活当中不太一样 反而变得不太受欢迎 说实话会有点 不管是危机感也好 还是落寞也好 会有这样的情绪 我好难过 没有人喜欢我 有没有发现为什么落单 因为两个字看起来最有人气 然后好像四方都吃得开的 结果并没有 女孩子不是笨蛋 而且前几期我们一直认为 这两个人应该是隐藏真心人 难道他们两个这么就是隐藏真心人 然后全部人都发现了不会吧 不好说 我觉得要观察一下吧 这么聪明 我觉得播不到12集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玉琪应该是水清酒害的 然后汪根不管怎么样 她应该就是大家都送礼物害的 都是送礼物害的 女孩子现在很聪明的 你送礼物有可能毁掉你的婚姻的 你送礼物 你们俩 对 对 那我先说吧 我们开始去了电玩车 然后我俩后来去了KTV唱歌 我想唱歌好听吗 她唱歌太好听了 我就只想 太好听了 只有你了 其实我觉得我这个也挺好的 我们去开卡丁车了 哇 她真的就在那个赛车里面 不是赛车 卡丁车里面 然后戴着头盔 只录个眼睛 只录个侧脸 还想 还是有点帅 等到你越东洋我还挺诧异的 是吗 当时我们说喜欢和一点我是 参赞的是 我是说的喜欢 只有我一个人说的喜欢 哇 感觉我不能输啊 那你们就是跟东洋基础下来 有感觉她怎么样 他们俩已经被迷倒了 你还看不出来吗 对 我发现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都被东洋圈粉了 其实我觉得她给我最加分的时候 是她那个礼物送的时代太可爱了 这个加分点有点莫名其妙啊宝贝 你送我的礼物圈了别人的粉 真的很棒 那我们今天来的目的不是那个什么 就是我们跟男生一样嘛 我们也黑白配嘛 直接好不好 那我们先试一下手心手背 好吧 试一下看一下这个结果 先试一下 黑白配 真的 大家觉得 要是觉得可以的话就这样 我不想离开一样 那你就 对了 你们俩换一下 我都行 要是我再去了 那就跟上次的分解一样了 要不我跟一三一组 然后你们三个一组 你们看这样行吗 好 可以 那我觉得可以 可以吗 嗯 那这样愉快地决定了 嗯 分组出来了啊 咱们一直都备选 这次终于又 弄的全力给选别人 被选还没人选 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明天 两组 这A组B组 嗯 月一番罗子瑞 B组是 成成 样样好张曼 你们俩开始分一组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问题有点尖锐 看男生怎么选择 我 跳子瑞吧 又 我 我选张曼那组 其实我很想知道他们去哪 然后再选 我就 就 我们来猜一下男生的选择吧 罗子瑞跟月一番 一组 张曼 成成 样样 一组 汪根已经选了张曼这组 张艺琪已经选了子瑞这组 张艺琪选了子瑞 你都会选一下吗 东阳送礼物送的是谁 送的是子瑞 他跟月一番聊得也不错 那我觉得东阳应该是跟这组啊 是谁我不确定 我觉得东阳不会再到有样样的地方了 我觉得目前不会 目前不会了 因为如果他很享受这种被崇拜的感觉呢 有道理 但是他知道样样他搞定了 对 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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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还是会到成人这里吧 有问题吧 对 牛超 牛超一定跟张曼 所以应该是这样 来我们来看 去到哪里呢 包围 我觉得是来两个还是来三个呀 你想谁来 你想谁来 你别猜谁来你想谁来 我可能挺想牛超来的 但是我又不那么想看到他 就是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点距离 对吧 还是要保持一点距离 我觉得朱一鸣应该会来 我只能说真的不好吃 他是那种完全摇摆不定的那种 你看他三人约会跟晨晨 三人约也没有跟我 反正就是很久没见到 没跟他一起玩过了 男生该来的吧 还不来 让女生等这么久 怎么好意思让女生等这么久 这是谁呢 牛超 选择一番 哈喽 我们就猜你会来 真的 真的是你 天呐 他跟晨晨那段是假的 因为一番可能就是上次在那个三九约会的时候就好多话没有说清楚 原来产生误会什么是吧 就把这些事给说清楚 有什么好说清楚的你就跟晨晨不错就好了你说什么清楚 借口 对啊 想借人家还没有来说清楚的 小孩子为什么恋爱有那么多那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这种情况 顾这个顾那个不是选一个就好了吗 但是不能有误解啊还是要解释清楚 朋友之间误解要解释清楚啊 这个用敏兰话就是要讲夹娃来看娃娃来 哎呦我真的是 挺好的 怎么了 你们穿得好像情侣装啊 好啊 这情侣装 有一点惊讶 但也挺开心的 多少还是觉得他有可能不会来 我真的 本来我就觉得他心意摇摆不定 今天还没来 那就是一首凉凉送给自己 你们是来两个来三个 就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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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我很小心 真的假的 真就一个 真的假的 真的 我觉得他是骗人的 真的 真的 就一个你真假就一个 就一个啊 真的 不是 就这么很难受啊 我今天在这干嘛了 我要这个 真的 就一个你真假就一个 没有 太有一个 太湿热了 你想想啊 这四个位置 是不是 好 是 是 是谁啊 像牛超 我猜是村长 好乱 我不想说 很伤心 我期待的人没有来 减分 当然减分 所以他有点伤心 行吧 没人了 我们去玩吧 大家把零球是吧 走吧 我们去前台湾 你看吧 我说来了个村长 很会规划 你知道 来 我们来看雨天等待了 雨天下雨天跟巧克力最搭了 所以你们觉得谁会来 谁先来吗 我觉得东阳是最难选的 会进哪一组 但我觉得东阳不会来 因为东阳上次跟我去滚浪雨 所以 谁说啥子一起玩 自己就不能一起玩 他就没有把别人放在眼里 这东阳就不会来了 对 对 你看吧 我说了吧 他好开心 开心 天呐 就在这儿 我还有多远 不是从那边来了 不是从那边来了 你不想来找谁的 是真的找样样猫 不是吧 大家都很奇怪 你会去哪里 就是在想你会选哪一组 你现在是人气王 你不知道 哇 今天又是三女两男 两男三女了 不知道 不知道 什么不知道 人都到这了 还不知道 你们很幸运跳到两个人的一组 汪根呢 汪根去哪里了 可能一会自己单独过来吧 最后出场 汪根真的是单独来的话 我觉得 就有一个可能 就是 在这里面想选择的那个对象 和这两个人里面 有一个重复了 所以他们三个人没有一起来 我觉得 好了 看吧 你们当时是怎么分的组 好 我来一口中生 B组 我来得来了 做这个决定花了多久 我们去快 我很快 我说我去B组 我去B组 他说去B组 没有说找谁 你看到了没 来了 哇 你怎么来了 你们过来吗 谁啊你 当然好不容易不分那一组 你怎么又来了呢 你怎么又来了呢 你和我一起 看一下 我俩本来就分那一组 我刚老远就看到 一个红布拉击的人过来 也是对自己的一个突破 从来没传过这样的 再一个就是想让别人看一下 不一样的我 可是很成功吗 他这个换换装打扮 他还蛮配这个颜色的 对 一出场他就希望吸引张曼的注意 他喜欢张曼 但张曼单约没约他吗 对是约的牛超 对吧 他约牛超是因为 那天他们分组出去玩的时候 他们走散了 汪更和一帆玩了一天 张曼那天特别不开心 啊 而且还当着两个男士的面 一直在讲汪更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 啊 OK 袁芳你分析的不错 嗯真的谢谢 那再看下去吧 我怎么了 我还红了 老大要去成练 我觉得很亮 很亮你今天特别亮 这种红的真的是老年 都是这样 在那西红柿炒着的 还炒糊了 就不应该有他真的 可以 你干嘛要跟我们分一组 我去那一组 现在跟我调过去 快 更是冷笑 走了 走了 走吧 走吧 他跟样阳一起聊 你看 你看 遇到了我那天去电玩城的感觉 这还蛮好玩的 这还蛮好玩的 这个好玩的 这个好玩的 哇哦 这不可以上去了 这个可以玩吗 我的妈呀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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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你太可怕了 我怎么都在那里面 你怎么继续看一看 你怎么变得有点远远 你怎么会变得干嘛 你这个坐有能坐得住吗 我听说男生没法这样做 啥 我听说男生没有办法这样做 我去 你可以吗 难吗 这样变起来 可以吗 这样 我可以 好疼 刘昌跟张曼 然后汪庚也跟张曼 所以这是一个三角关系 对 这没错 这有好多丸的东西 这可以直接跳进去吗 可以 好 我要准备跳了 你要从那 好吧 给我发个力 给你力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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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啊 好开心啊 你应该也能选好几个圈吗 嗯 就是这样他会是选好几个圈 可能非常 那些吧 哇 咦 那水来了 哈哈哈哈 没有人给他 好可怜哦 小心灰岸 好可怜哦 对吗 冷冷的平天在烈烧�yle 冷冷的平天在烈烧乎乱的拍 警察 冷冷的平天在烈烈烈烤乱的拍 你是狮子座 对 你知道我是什么星座吗 是平座 还要记得它啊 咱俩真的好久没见了 我现在就觉得 就好像莫名其妙了 就莫名其妙了 就根本就见不到 是 奇怪 真的 我们在鼓浪雨上一天都没见 真的 我以为下午晚上那会儿会一起去看日落 对 但是他就没会合上去 对 我们要去玩点别的吗 他觉得是那种电视剧里面会有的角色 你知道吗 你拿球吧 你先颠了点亮 这是啥 叫你这个怎么调 会吗 选一个你喜欢的数字 这个就是你 你还真会 对 这个还是用过的吧 我感觉我会打到别的倒上去 反正就是基本的就是这样 就是相当于你技术可以打两次的话 好 试一下 什么呀 这我咋 我真的是 但是我球类运动真的很差 女孩吗 女孩吗 自己打 我来看一下他会不会打 自己打 我来看一下他会不会打 我来看一下他会不会打 天哪 烂透了 你要 你吓死我了 这个太小了 我手指头卡了 我以为你打我呢 下一个我开一个吧 用我们十一棒的一个大力开球 大力出奇迹 我说了他太重了 他打就干什么 姿势也不对 来来我来示范一下 保龄球应该是这样打的 一步 一二三四五 看到没有这个 脚要插出去 对啊 他们没有他们的那个姿势都不对 你还不知道怎么打是吧 嗯 拿球会吧 然后你踩踩踩这个地方 就这样他会他会对 干嘛 你家明明还是 比较扎实比较实在 你干什么 哎 你干什么东西 哇 保龄球不用这样教吧 滚 我 Deus CALE 跳到帮了 小云里 跳得真挺好的 而且特别有耐心 你不会的时候就手把手叫你 我觉得挺温柔的 CHO 郁明 我看清楚你这个人 所以跟晨晨那一段真的只是 真的只是两小无猜 也可能她是 隐藏真心的人 明明有一点狼像跑出来了 明明 一会儿咱友谊赛吧 好 来吧 我好紧 张婪 放松你 来吧 我的妈呀 谢谢 开心 我不用打了 是一番打的吗 好厉害啊 你是之前经常打的吗 没有 没打 第一次 我压力好大 太吓人了 少一秒 第一次发现我还挺有 那个运动天赋的 我觉得张玉琪他教的还是很好的 很放松 现在在身上看到的 就是我们这样十八九十岁少女的那种活泼 给你一个全脸的机会 还是有点可以 可以可以 比赛结束了是吗 八十五 八十五 他们八十四 八十四 我们八十四 就差一个 对 对 你吃谁 你吃谁 就是这种活泼 我们活泼 我们去坐一会儿 歇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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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当会去把四名牌吧 好 走 我们进来 他们俩当队长 谁打 谁谁选人好不好 好 好 来 拜拜 开点 来真的 加油 好 你选吗 我选吗 还用说吗 这还用选吗 当然选张曼 对你吧 对你吧 谁啊 对啊 你看 慢点 菲菲菲先走了 你站起来 就你了 走 去穿战衣 这是谁写的 那我加一笔吧 羊羊 算了 还是羊羊好听 就这样吧 我觉得动作真的跟羊羊现在还挺配的 你给加个小太阳 好 真丑 加固在一队也给点力量 太厉害了 刚没事吧 没事 好吧 没弄疼吧 这写不上去 这个 给你写 洗个外号 再养一养 养一养是吗 养一养 来 来 来了 拜拜 三 二 一 动啊 我们到时候动啊 哼 我喜欢你 你这个出尊友 我的妈呀 什么来源 糟了 你快 我 我 可 Ree 我觉得今天耿哥穿的衣服不太像你平时的风格 对 我今天就是突破了一下我自己 本来今天早上我想让他给我编头发的 你知道吗 你平时都编起来吗 我太久不见你了 上次好不容易见啊 还没见着 没关系 你玩得开心就好 是的呢 我好怕 有那个火 你知道吗 我要躲一下 过来 我坐 耿哥就是有的时候看着你眼神就那种 就这样 觉得好像 你们杀他眼神杀他 我们一起杀他好吗 别 我说不了 什么 耿哥 杀他 好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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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于你第二天来有什么遗憾吗 遗憾 我现在不知道跟他想要安排 我倒挺羡慕第二天来的 他们都很期待第二天来的 看第二天我瞎多么落祸 坐在那 第二天就感觉被看够了一下 就是烦了 看不够 那你单约的是 朱玉铭 朱玉铭 你单约的是他是吗 你在知道 对 他跟我讲过 李东阳你 你干嘛 怎么 你在啥都说 你在啥都跟谁说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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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芬说 就是我不是之前跟你一起单约吗 然后 没有想到吧 他说他都知道了 我有 因为你跟他讲了 对 我跟你讲了 因为他约我吃烤肉 因为他约我吃烤肉 你知道吗 我就说 我就说我昨天刚刚那时候 我跟我们俩一起吃烤肉 我在陪你吃一次 撒娇吗 我还见你的烤肉 还要买 我跟你讲 你要去看一下前日诞 去把你的心结打开 所以我们错了 我们以为样样就是一个旁观者 没有 他不是 他是最早定下来的 他蛮狠的 对 我觉得他们现在很稳定 好热 就是 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不是很好 好突然啊 这句话 就是我有很多问题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就是 可能我想先问问 你对我的看法 他真的是 我跟你讲 他的问题在于 他每次要说话之前都起饭 就是不是很轻松的了解 没有很自然 没有很轻松 然后那个对方在听话的人 就会 就开始就也跟着他紧绷了 对 你看 我们之前 我们之前几个女嘉宾聊天的时候 就都说觉得 觉得你很热情 然后也挺开朗 大家对你印象都挺好的 但是 就是 说实话 我不知道这样说出来 丢不丢人 但是 我会有自己烦恼的地方 因为可能 不管之前一考 还是在学校 摩哈克学校 我觉得 可能对于我来说 我还是一个 受女孩喜欢的一个男生 可当我第一次 我想来到这里 去主动地认识一些女孩的时候 我发现 自己反而变得 不太受欢迎了 比如说 你们单约的时候 其实没有女孩单约我 就比如说你会约 牛超去跳舞 然后有人会约 东阳去开卡丁车 其实这个我之前 我什么都不知道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昨天也有在说这个原因 在说为什么大家单约的时候 没有找你和汪更 圣诞节那天晚上 汪更他是给每一个女生 都准备的礼物 是不是 然后你做饭 也是 就是一直都很照顾到每一个女生 这是很好 就是你很照顾每一个人的感受 但是大家不知道 你对哪一个女生 有特殊的感觉 我有 那大家都觉得 那你对每一个人都这样 之前我想呈现出一个 大家心中完美的一个男生 想去跟大家多说说话 说很多话 然后很热情地 对大家做很多事情 但有的时候可能这样 装作很完美的样子 会让人觉得不真诚 有剧烈感 现在就要自我反省 因为之前就是太大众了 太 我想每个人都喜欢我 然后每个人都觉得我完美 但现在知道自己的问题 我觉得很好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 就是太急着要让人家认同 比如说就是你一直主动 去跟人家说话的人 到最后可能没有人跟你说话 对啊 所以他现在去 去把这些心结讲出来 搞不好还更是只有女孩子喜欢 其实蛮好的 对 其实有时候话是讲清楚 越清楚越好 然后子睿可能觉得 哦好可爱哦 对啊 我觉得还有就是大家 可能再考虑一个点 就是有时候 你要学会去倾听别人的想法 不然你一直在把你的想法 往外疏通 但是你收不到别人的想法 那你怎么还跟别人真正的交流起来 我觉得他说的都挺有道理 其实每个人都不需要那么完美 而且你已经很好了 可是 哎呦 什么 但其实还是会有疑忆 因为说实话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男生的那种小情绪 因为我会觉得 昨天真的挺当的 就是突然觉得 我感觉到子睿的感觉 就比如说我今天出来 来 来这儿打宝宁球 我是因为我子睿你在这个局 我才想来这个局 我子睿你在这个局 我才想来这个局 啊 啊 现在是在告白吗 他说因为你在所以我来 他连表白都不浪漫啊 我子睿你在这个局 我才想来这个局 他这个很阳光很大方 跟人交往的时候就很自然啊 受怕 很舒服 让我觉得这个女孩 就是能吸引到我 怎么说呀 呃 就是说 我觉得 你还蛮真实的 那除了 就除了真实 其他 其他的有吗 其他 其他的有吗 那如果我要排一个 可能就是五个人 这样的一个顺位的话 其实你的名次是有上升的 你的名次是有上升的 你是想听这个吗 干嘛 你这是在干嘛 去告诉大家 我很开心啊 今天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很坦诚的向他吐露我的心声 会让他觉得我这个人还是挺真诚 我觉得这种很真诚的一种交往 让双方跟他们感觉很舒服 在我心里 他 他一直都是很真诚的人 然后挺热情的去跟你交流 也挺走心的 他们可以因为这次擦出爱的火花吗 我觉得他们没有 就是 没有任何的火花 但他今天是我看过他最真诚的一天了 真的吗 所以你觉得真的啊 他在刚才讲那段话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 最大限度能剖开他的心 给人家看的程度了 但是气氛没有拿你好 然后所以梓睿一脸懵 梓睿刚刚讲 我跟你讲你要倾听 结果他还是没有倾听 可是 对 他根本没有听人家讲话 太急了 太想让别人去听 关于他的事情 他的心里了 他刚刚那段表白 其实应该是很有心的一个 一场戏 就我们看电视剧来的话 应该是一场感动的戏 可是 没有感动味啊 完全没感动 感觉是一场失败的爱情 就是黄晓明跟林志玲聊天 就都很客气 有没有 就是很不熟 非常地不熟 对 然后林志玲说 小明哥 其实你对大家都很好的 然后黄晓明说 我就怕这是应该的 什么鬼 这种感觉吗 我说感觉 你猜今天 你猜今天就是谁会来 是吧 太突然了吧 我其实 怎么讲 昨天女生说的时候 她们就说 祝明肯定要来 我说 我觉得祝明应该不来 因为她感觉我不来 因为 我不知道 因为 就是三角约会那天 是吧 这就很故意的 就笑容 是吧 那你昨天有一交往谁位 昨天我们一起玩的 三个女生 总有个偏好吧 文理晨玩比较多 文理晨玩比较多 她好像她会游泳 然后那两个女生都不会游泳 我之前觉得 明明你讲话还没那么敷衍 怎么今天讲话这么敷衍 你说这十分 我真的觉得 而且你今天跟李登上比较真的好敷衍 什么 三角约会那天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就是咱俩就是 你看救护仓那天吧 就还是挺有好感的吧 送给你 谢谢 你今天真好看 你看那我那天跟一个女生出去玩 吞口水 吞口水 吞口水是什么 解释 紧张 你要问那么多 会不好意思说是不是 就想瞒着我呗 对啊 你说那肯定就是 一方面可能有 可能会在意你的感受有点是吧 不是还好啊 是吗 你也得 你也得跟别的女生接触啊 你要是 哦 而且我 而且我当时还在想 我在这边要跟大家再提供一个 那个小线索 嗯 她刚才做了几个小动作 是 我以前不是跟你们说 说谎的人看右边吗 对 人要说谎的时候 就会口干舌燥 所以她刚才喝了一大口 重播一下 倒带 这个时候 你看她的眼神啊 哦 好右好右 超右的 你看 好大一口 而且那个 那个根本是 根本是 不需要喝的点是不是 对 很奇怪的喝水的点 再看一次 来 而且你当时 当时给我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我问你什么 你得不答 我感觉你在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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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应付 就可能 不真诚的原因 不是不真诚 就真的 有的话就是可能就 考虑一下 大家感受 大家感受 大家是谁 就是 温泉不咱们三个吗 你温泉玩得不应该挺开心的 开心啊 对啊 你看我说这种话你就 可能就不太开心 可能心里有点 但是我 稍微三分算了吧 没有吗 没有 没有稍微三分 就怎么讲 那天跟你聊完之后 我看你那么敷衍 我觉得你应该是 那边发展得不错 就反正这边就互动一下 怎么都可以的啊 这种感觉 然后我就觉得 就不找我了是吧 你找我多好想玩卡丁车 我超想玩 怎么 在那天吃得不开心吗 开心啊 你们玩也不也挺开心吗 不开心 玩完还吃饭了呢 是吧 吃了啥呀 吃了烤肉 吃烤肉 好吃吧 好吃 好吧 今天跟我愿意发现 就是那种 很真诚地说了一下 就很多事情 然后可能把那种 就之前他说我不坦诚 那种心结可能也解开了吧 之前的犹豫打消了一点 但是你说完全觉得 很确定他心意 真的不敢说 然后今天跟他一起玩 觉得他 还是挺好的 我觉得玉鸣今天很可爱 我觉得他们挺有感觉的 我觉得这个在我看来是很真诚的 我觉得他们可以支持 这个很爱 你干嘛 对玉鸣你到底在想什么 不是嘛 之前他跟陈陈很好嘛 你还是固容破坏 那个感觉明明是很对的 从一开始在看的时候 陈陈和样样他们两个一直都是状况外 只是突然有一天 玉鸣出现了他们两个玩得很好 到后面女生选择跟男生约会的时候 是陈陈选择了玉鸣 那作为一个男生 善良的男生 他多少都是会给予回应的吧 对 如果也不可能 你要游泳 你要那个跳水 我在旁边不动也不行 那 所以你们的观点就是说 如果他作为绅士做了这些配合 然后你不小心被我撩中了是你家的事 但是你自己想太多了好不好 完了 这跟我们家明明没有什么关系 这样陈陈太可怜了 你们完事了 我们完事了 你们刚刚说啥了 刚刚想着 你告诉他 那他猜 我猜得到 我猜 就是因为你太给人不确定感 你看大家都这么觉得好不好 真假的 你是一个迷一样的男子 我刚刚听张雨琪说 说其实男生现在都蛮明确有目的 你干嘛这么吵我啊 走走走走 然后等一下 然后这个手臂上 对 然后 OK 很棒 好紧张啊 抱住你啊 抱住你啊 我们来自拍吧 真的发照片了啊 对啊 他们在干嘛 这谁啊 新女服吗 她俩这个衣服有一点大呀 不一定会哭啊 你看 受伤了 受伤了 你看 你看 她是要经历这些的 是要哭了 哦 我们家的小可怜 我们换个场地做吧 我们去那个场子 那你吃这个 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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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我的小姐姐你买 你有什么 姐姐拿鱼去 我要吃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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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吃这个 你要吃这个 渴了吗 渴了 我喝水吧 喝水吃 你是怕这样的 坐 坐 有点尴尬 坐对面 对 没错 这个距离感是对的 她不是那种可以被控制的人吗 可能吧 年纪大一点 对 年纪大一点 你叫我做就做 你用这种像对小女孩的 那个态度叫我 怎么可能 因为我觉得她有可能 会因为那件事情 对我有所误会 知道吗 可能当时对一番 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接触 可能她会感觉 会有别的感觉吗 对 对 走了 我要 没点东西 我不吃 我想吃甜的 她不吃甜的 这个麦夫给大家吃 然后这个是无糖的 这是无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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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无糖的起情 她很明显 这很明显的 无超吗 要两个吧 好 上次我俩去甜品店 真的是被甜死 上了一个舒服雷 舒服雷 然后我俩一人吃了一口 你不知道抄她就 抄 我每叫她抄吧 好 抄 好 我的天啊 太可怜了 那天吃那个里面 鸡蛋 我感觉上面是个烤烤红了 你觉得吧 他会打得很热 他会赢得很热 他会打我 他打我 砍砍砍砍 砍砍砍 砍砍砍 我觉得那个厨师后来可能重新打了单亲 我看到张曼跟那种牛超的行为很亲密 对 让我觉得很不自信 然后又觉得越来越没有勇气去说那些话了 最后因为太伤心 然后跟那个晨晨在一起了 不会 不要吧 样样啊 会吗 会 OK 预言家我信你 可是样样不是跟东阳吗 这些很乱啊 哎 好 哎 子睿喜欢这些什么鬼 哎这招不错啊 嗯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牛超之前跟子睿的 对啊所以 我觉得汪根蛮厉害的 他赐了情敌一刀 赐两拨千金啊 很厉害的啊 这招啊 还有女生的思维 很强的 你跟女生现在对所有男生都了解过一遍了吗 没有 没有 你们还没有了解谁啊 东阳 是我啊 真的了解 那张曼呢 那张曼呢 你了解过我吗 你了解过我吗 他真的很 很有勇气 他这算杯水一战了 接触吧 接触吧 这么直接吗 我觉得汪根比那个谁会讲话太多了 他是今天才这么会讲话吧 他被逼极了 他被逼出来了 嗯 谁逼他的 张曼 张曼 我现在 所有女嘉宾都了解过 就你没有了解 真的 给你个记忆 我觉得他特别神秘 就第一 第二天的时候 接触了一下 剩下的时间就 阴差阳错的 就没有继续在一起有所接触 也可能会有一些误会 来吧 我们再回去玩一会吧 好吧 他也有招 走 他也有招 不让你再讲 我们上去吧 走吧 一起吧 对 你们先上去吧 你们先上去我坐会儿 我坐会儿 晨晨干嘛呀 晨晨 没事 爸爸疼你 爸爸在 你没想起来 我刚才有点看不懂 我对每个人都挺好的 我感觉 是挺有好感的 但是可能再接触个一两次 对 就会比较明显 嗯 我过去找他聊了 就拜拜 好的 拜拜 拜拜 我要继续吃我的那个 我饿了 我今天真的太没状态了 要哭吗 怎么演饭面光粮 太多了 我会觉得今天三个人 多少都是有点冲着慢慢来的 你觉得通常是 因为你约了他所以他会来 叉叉会来 约到吗 把你约了他 你是不是一直 蛮期待着你过来 蛮期待着你过来 其实我还是蛮敏感 就可能看不太出来 但是我假如有在意的点的话 我也不会表达出来 你已经表达出来了 傻妹 真是的 太明显了 太小孩了 我有想过 但是不敢确定 他对你是有好感的 其实我就 我也不喜欢他一点 就是我觉得他对每个女孩都挺好 但是 不是像别的男孩子一样的那种好 你有想过他是狼吗 你有想过他是狼吗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真的没有去想过 那你想一下你觉得他会是狼吗 就是依他这个表现来说 追尽 你自己选一个女生公主抱吧 我先抱你吧 很轻啊 那你会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 这不是那样类型吗 一切都成过去了 当爱已成往事 什么就是个小孩 我跟你说 很多人那个感觉很外放的人 其实心里面是脆弱的 是的 外表看起来脆弱的人 有时候内心很坚强 是 而且外表看起来凶的 其实内心没有很凶 就是你 对 对 因为我再怎么凶也差不多这样 差不多就这样 因为他会一直释放 对 然后看起来好像很温和的人 像这种凶起来就很可怕 对 对 你看晨晨她平常多开朗 很开心 但她一定是一个很真诚 然后很容易受伤 就反而真的其实是很脆弱的 其实她很没自信 所以她才要练跆拳道 而且她也不愿意表达出来 对 年轻人 谈恋爱的时候放轻松吧 我要歇会 先玩 我给你玩 这样子穿进去然后抓住那个站起来 嗯 还在看 嗯 疼 哎 你别动 我能投进去吧 有时候这种情况离开现场是好的 对 引起别人注意 对 发生的问题 现在去跟晨晨聊天就对了 你能懂吗 你还 你就是这个啊 怎么能上一丝聊了 可以从这里跳下去是吗 你要跳吗 别紧张 别紧张 我不跳 坐 坐 坐这儿 哎 紧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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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哥不是说 他只有慢慢没有了解过了 呃 不爽了不爽了 我我感觉我今天就是之前 之前有很多问题 想了很多问题想问你 你知道吗 嗯 但是今天就 一句话都想不起来了 真的一句话都想不起来了 我感觉你有点不在状态是吗 今天 是 你感觉我是 我私底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 嗯 哎呦 其实 其实刚 我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呃 我对你感觉还蛮好的 就 第一眼心动男孩 然后去鼓浪雨的时候 我原本想着可能你会约我 结果 就排了个猪蹄 你跟一番一蹴溜就不见了 然后我那天都不太在状态 回来的时候一番跟我说 你们去玩逃逸了 我还蛮喜欢念你爸的 我就很羡慕一番 讨厌自己哭泣的脸 那个时候我们两个靠得很近 但是 好像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探寻对方 但我仍然愿意 怀着一颗真心去跟他再交流 啊我的名字叫张曼 啊大家好 我叫汪根 然后 二十岁 你想跟谁约会 呃 我如果第一次想聊起的话 你跟我吧 哇哦 怎么来 你说 哎 有点紧张 有什么可紧张 发肌约太高了 他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 需要 安静下来去跟他交流 静心 等着他说话 你不会吗 不会 你那样可以啊 你会吗 会啊 你再来我看你 不是 那个时候就忘死 风冲凋链的 你忘死 对对对对对 你忘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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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淘雅人吗 你忘死了 那个日落的时刻 我特别想让他出现 有人问过我 说你最想了解的人是我吗 我说不是 是张曼 是张曼 你是不是感觉我是狼啊 对啊 为什么啊 你是不是觉得我好像对谁都 都 都 很套路一样的感觉 你是狼吗 不是 我会让你相信我绝对不是狼 我是一个 很让人讨厌的一种态度 我必须要感知到对方对我有特别强的好感 我才能够有勇气拿出自己的一份感情 不然我就算有这份感情 我也宁愿把他藏着 埋着 我也不愿意把他拿出来 也讨厌的一份感情 我觉得你知道你自己被爱 其实是不能放肆的 你知道你自己被偏爱才能放肆 我的妈 这三个人就真的很像偶像剧的 对不对 三角关系 但这么看其实 庸超更像是男二号 现在的感觉结局还是会跟汪梗在一起 对 因为如果以一般偶像剧走法 但这不是偶像剧是真的 所以不好说 但如果是偶像剧的话 最后还是会跟汪梗的 我这样说吧 要掳获张曼的心 就看谁先掉一滴眼泪 真的假的 怎么说我伤害被车撞还是 就是真的 讨文哭 笑哭 白咖 没有 因为我觉得张曼是这样 就是 他需要看到你一点 他要看到你 剖开真心 你受伤了 你流泪了 你为我流泪了 然后他心动 他才会 才相信 他才会心动 你付出了百分之百 你懂吗 我认为了 我认为的张曼是这样 而且我觉得是必须要触动到他的眼泪 没错 就是说 这两个人都要抱头痛苦才能在一起 对 他就是这种毁灭型的恋爱 就是这一种才会有真正的确定 比较棘手的 大家觉得是谁 我觉得 我觉得我现在对于育鸣有点疑惑 怀疑是不是 嗯 然后那个谁 预期 一样 保持不变 永远 我觉得他跟他们两个有点问题 有预制的都有问题 对 所以刚才汪更的那个对张曼真诚的表达自己 我不是吧 你们有想起 喜脱了 有有有 那个很真 是不是 我也觉得 他喜脱了 很真 很真 那感觉 所以他如果要不然不会自己提这个东西的 没错 没错 他喜脱了 那种手足无措的感觉 很棒 好的 剧透 这么长的时间相处了 终于迎来男生们第一次的表白心意了 第一期就是男生送了女生礼物 那只是第一印象 如果意义上来说 不算是表明心意 下一期 男生要送上一份红色的礼物 送给自己最心仪的 这是表白吧 只能一个 然后就是很明确地送给一个女 我喜欢你 我觉得这算是非常直接的表达了 就是我对你有好感 我特别喜欢你 你应该不会再次 再次不动水晶球了吧 不敢 我应该不敢 但是呢 我们男生到底会把礼物送给谁呢 会不会又有女生尴尬 说不到礼物呢 这三组呢 这个三角关系 我们来拍一下 张曼 牛超 汪根 陈陈 陈陈我们回家 陈陈 对 你把他带回家 陈陈我们回家 下一期呢 算是一个决胜点 因为没有办法隐藏 没办法退缩 我们男生到底会把礼物送给谁呢 会不会有女生尴尬 收不到礼物 这三组三角关系 究竟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下周同一时间 真心大冒险 为您揭晓 下周见 拜拜 他要带着红色礼物送什么 我会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死吧 这谁 我个人认为就是你 你这个喜之日翻的鞋吗 这该不会是我要骂脏话了吧 真的吗 啊 哇塞 什么 斗了 啊 我有病啊 你真的 哎 这一阶段感情到此破灭了 我觉得没有走心 那我真的不是一个不需要走路的 不太对劲 很不对 没大笑 会不会是 隐藏真心的人 好 好好晕上 哇 这个有了 这个有了 眼泪 他自己流眼泪了 耶 我的妈呀 我 你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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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感情到此破灭了 啊走了 哈哈哈哈 我爬路了 我也没办法 我们走啊 都要路了 我找不到很好的原因 你们穿好像行卫装啊 一切的轻易 真难觉太记忆 我抱歉不能说明 我想信这爱情的定义 奇迹会发生也不一定 不温柔的清晰 也许飘来好熟悉 一切新鲜 有点冒险 请告诉我怎么走到终点 没有人了解 没有人像我和陌生人的爱恋 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 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 我怀疑这其余只是个作剧后 我想我已那么喜欢你 因为我拥有爱情的勇气 我任性草若你给的作剧 你给的作剧 大力支持114拉有用